ACCE创业协进会加拿大 结出华裔创业家长 将本年度的最具创新奖 颁发给无线通讯科技公司Acentry 得掌人Frank分享了 作为第一代移民 实现创业梦想的故事 在2000年的时候 已经26岁的Frank 叶俊 同太太移民加拿大 到了2011年 他创立了创新型 无线通讯科技公司Acentry 当初来的时候 第一 比较年轻 然后一切重新开始 所以这个过程 可能也耽搁了我这样一个创业梦想 但是这个梦想一直在脑海里面 所以后来一直到 大概我在37岁38岁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 那个时候我不做这个事情以后 我可能会有一个人生的遗憾 成立Acentry之前 Frank 先后在加拿大 前通讯业巨头北电Nortel 和较小型的电讯设备 供应商公司累积经验 从这个大公司也好 从相对小公司也好 我都看到了他们怎么来运营这个operation 各有各个好处 小公司的方式是一个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 easy to start 这样一个model 他说创业初期既没有太多资金 也都没有广泛的人物 他借鉴小型公司的服务增值经销模式 在创业早期引进海外公司的产品 通过提供本地服务 帮助产品增值入手 一方面与本地客户建立起互信的关系 同时也是为产品开发进行准备 让我们对这个行业有更深的了解 就是我知道这个行业里面 就是哪些东西还不成熟 哪些东西还没有 然后我们才开始定位 就是说我们看准了这些痛点 我们来开发一些 针对这些痛点的这样一个产品 Ascentry从网络组坚硬体设备 开始进行产品创新 目前也都推出了软件应用程式 帮助无线通讯营运商进行自动化管理 希望逐步扩大国际影响力 我们一直坚信 就是说绝对不要闭门造车 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想法 我们对业界的看法 和我们从客户那边拿到的这些需求 把它一个比较好的综合起来 结合这个全球这个客户的给我们的反馈 就是业界这些信息把它综合起来 我们来做我们这个下一代这样的一个产品 Frank 说 营运一间企业虽然总有新事物要学习 但是从中感受到很多的乐趣 对于后来的创业者 他认为驱动力和独特性是不可划绝的要素 我也不是那种非常外向的 会设计东西的或者会卖东西的 但是我想说像我这样的也可以做成 就是说 也可以不能说创业成功 但至少也可以在这个创业历程当中 也可以 survive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有机会 如果他确实是有这个梦想的话 ACCE Most Innovative Award for 2024 A century 获得本年度ACCE创业协讯会 加拿大结出华语创业家长的最具创新奖